Нов Excuse 數自 26 Azure beliefs 兩件事 舊有的東西,保存它對 即是永遠無舊的 europa,不會有新的 但你說舊有公的催坨� 或者舊,這個新的將來都會變舊 是不是? 那你如果有舊的,繼續保存下去就是這個歷史 歷史你又可以參考,以前是這樣 或者現在是科技進步了,是改良了 舊有的東西是這樣 我們可不可以用舊的東西 找一些新的創意出來 或者新的概念出來去做回 其實永遠是重複的 但是你沒有舊就不會有新 但是最重要是一件事 舊的不是沒有價值 它有價值,它可以存在了這麼久的時間 為什麼會有什麼呢? 所以,起碼你始終了解舊有的東西 才可以去行一個沙加不同的概念 但是這個舊有的東西,你也可以讓其他人知道 你反過來,當你要保留一個文化的時間 你是怎樣去令到它有一個生存的空間 沒有一個人說保留文化 不想那個文化消失的 但是你怎樣去保留它呢? 你保留它,你令到它可以有一個生存空間 你如果有人可以繼續從事的話 這件事就可以保留了 如果不是的話 當現實一點 當它生活不了的時間 可能它就要轉學 一轉學一放棄了的時間 有人說你以前懂這件事,你教我 因為沒有一個空間給學的實習 最重要是有一個實習空間給它 告訴你怎樣做 但是沒有一個實習空間告訴你怎樣做 你都做不到 即是就算我寫字 我都有毛筆、有墨 甚至不是,有個地下 有些柴竹也好 我都可以寫到字 我教你 我教你 這一撇是怎樣的 那一撇是怎樣的 起碼 初頭可能不習慣 後來你就會變 這個就有實習空間 有個練習給它 如果你沒有練習給它的話 你這樣不行的 這個要怎樣做 你要這樣站 你這樣站才可以掛到花牌 你要培養到它 可以有一個安定的心 安全的感覺 那它便可以做到 但是最重要是給它一個實習空間 沒有實習空間 就是每一件事都做不到 告訴你怎樣也好 還複天花龍鳳也好 但是就說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嘗試到呢 這樣 如果不是這個就是不斷地改 可能 在你之中 這件事給了你 咦 你的方法是改良到它 可能做得更好 那這個便有個空間給它 但是就說 起碼告訴你這些很基本的東西 就是寫字 永治八法 那那個八個筆畫 你怎樣去運用它呢 你認識了八個筆畫的話 起碼你都容易運用 如果我不練就知道 那八個筆畫是怎樣的 但是你要怎樣寫字 比例上 或者畫耳之間的空間 去怎樣去藏呢 怎樣去放呢 那這個便要練習 那這個便是最重要 摘東西都是 我們摘到手指頭都爆 那你不去練習 冬天 全部手乾的 乾曬的 那這個便要練習 無論凍好熱好 你都要做的 那這個便是